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老杨四房茶新茶已经上市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好 读报的时间 世界新闻网贪官多 中共中纪委说 十年查了470多万人 后面有个酒子 那么这是最新的一个消息 470.9万人 那么这是反腐败挽救了党 那这是由中纪委国家监委 宣传部部长 还有中江组织部 部委员中国政策研究师的副主任 来讲了这个事 中国这十年 那就是说呢 违反中央的八项规定的精神问题 有70多万起 给党籍政务处分了60多万起 那么主要是呢 挽救 反腐败挽救了党 反侍风重塑了党 反特权密切的党群干群关系 后继的党的执政的根基 而有七万多人主动 向纪检部门的投案 也就是七个整编师 那四个情态 现在都是有数字的 那摇耳朵扯袖子 红红脸出出汗 成为常态 英国BBC 还有很多媒体的报道 香港主权移交 25周年 习近平为新一届的香港政府官员监视 那就讲了香港一国两制是好制度 没有理由改变 必须长期坚持 诸如此类 诸如此类 香港呢 这个这个要聚军会神谋发展 不能够乱 也乱不起 这是他首次的出境 到了中国以外 大陆以外的地区 那么都是坐高铁来 而且没有在香港过夜 因为法广 那是安德烈的说法 就是香港说什么 一火重生 他就说一火重生 香港这是一火了 但何以重生呢 他是这么说的 香港本来是个和平自由 繁荣的社会 何须一火 只要遵守主导香港 回归了邓小平的 这么一个承诺 一国两制 保持资本主义制度 50年不便 香港就平安无事 这个事情呢 一火重生 那证明一国两制的 强大的生命力 是好制度 那么到底一国两制 在这个强国过程中呢 究竟有没有什么 牺牲和付出 他就对习近平呢 有很多的说法 他的中共的惯性是控制 在江泽民胡锦刀时期 还能够放香港一马 那么简直讲了一点 来讲一国两制的 50年不便 结果现在也没有什么提了 核心要指 是保持香港的政治制度 司法制度独立不便 香港原来是全世界 拥有报纸最多的城市之一 媒体发达 言论多元 是自由的象征 现在没有了 他的意思是不需要了 那英国的首相 叶翰逊说 英国不会放弃 香港将近一切努力 确保港人治港 那英国人这也是 于日 昨日于晖 也是一个说而已 德国之声呢 注意到了香港国安华 两周年 从法庭来看香港变化 也就各个媒体呢 采访法庭案件的 记者的一些变化 那这里面有不同的冲击 不同的红线 许多的民主派 社运人士 甚至媒体从业人员 现在的走钢丝 小心翼翼 这里面就谈到这个事情了 也就是现在的法院 特别是苹果日报 重新闻 立场新闻关闭了以后 在主流媒体 专门跑 法庭 陷入了记者在减少 那谈了这个角度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香港 这两年的变化 好了 纽约时报 北约勾勒 强硬的战略验警 首次宣布中国 为战略的挑战 那这个事情 也是个很有趣的 很值得注意的 一个想法 对于一个诞生的冷战时期 后来把后苏联 时代的俄罗斯 视为潜在盟友 完全不关注 中国的联盟来说 这是个根本性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之间 不断推进的战略 伙伴关系 以及洗手进一步削落 其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企图 跟我们的价值观 和利益背道而驰 是北约领导人的宣言 是这么说的 但中国对这样一个说法 做了冷冰冰的一个回应 华尔街日报 谈到了拜登 拜登在这个北约峰会期间呢 专门会有了 日本和韩国领导人 承诺加深合作 应对朝鲜的武器挑衅 这就近五年来 三个领导人第一次的会晤 但是呢 听说呢 日本跟韩国的两个领导人 也吵得一塌糊涂 好了 金农时报是潮心的观点 但是呢 这中国大陆的观点 靠价值观结盟可靠吗 他那个基本的结论是 只是靠意识形态结盟 局限性甚大 而且往往是不可靠的 以G7和北约峰会来看 西方结盟反对中国俄罗斯的 价值观的基础 很脆弱 也就是看待问题呢 西方国家采取的做法 仍然是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 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 斗争的叙事方式 那么这里面呢 就探到一个问题 这个叙事的背后 主要的导演是美国和相当一部分的 G7和北约国家和专家 那特别是谈到中国问题 他的意思是说 价值观的结盟的局限性 往往是不靠谱的 因为意识形态和国家的利益的关系 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一般来说 意识形态会影响日常的国家间的关系 但一旦涉及到重大的国家现实利益的时候 意识形态往往会为国家利益浪露 这是百事不爽的历史经验 美国西安呢 有注意到一个现象 欧洲内部和大西洋两岸 对中国问题的观点并非保持一致 但是呢 随着北约的声明开始提到中国 一些成员国和观察人士表示担心 担心呢 他们这样的过度会把中国变成敌人 根本原因在什么呢 在中国的经济跟世界经济已经连为一体 而且非常紧密 相当多的西方大国已经难以跟中国脱钩 就让意识形态有所谓经济利益来浪布 但这里面谈到了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问题 谈到了俄罗斯的经验 俄罗斯的应对这个问题呢 首先第一呢宣传战曾经是一些西方媒体散布的访言 第二个呢开闭第二战场 把战火烧到对方的内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的外宣 并不是发布虚假信息为主 这个说法可能西方的国家的舆论不一样 那这里面他特别把讲了半天把落脚点放在要改善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 纽约时报的专稿谈谈到了罗素维德案被推翻在中国引发的回响和争议 写的很有意思 经历了一态化政策的中国人 尤其是中国女性对身体情感尊严被迫浪位国策 有着切身的体会 很多人也对美国女性如此经历的痛苦心有欺欺 甚至可能担心自己也要面临着一个为了保人口大戒 再度会剥夺生育自主权的未来 来谈到了这个美国的法案 对中国女性的影响 当然他谈到了这个当年计划生育员 让很多超生游击队呢 拿到了美国的这么一个政治庇护 谈到这个问题 没想到今天又不一样了 美国华人对这次高院的裁决看法也不一致 有保守的也有一些不保守的 当然也提到了2011年印第安那州率贝贝的案子 因为他上个率贝贝爱上有父之父 怀孕后被男人抛弃绝望了服毒 结果胎儿没保住 变成的是一击谋杀试图杀胎 当然如果生育政策真的是 中美之间比赖 那个比赛还没有结束 这里面就谈到了中国 中国现在随着人口老化加剧出生率下降 政府逐渐松绑寄生政策 允许生三二胎 允许生三胎 但是目前来看收效有限 曾经通过强制手段限制人口增长的政府 是不是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呢 吹声就更强势的生育政策也很难判断 有些地方就要床板都要压三根压断三根 那么中国的堕胎力在全世界排在前列 那么这里面就谈到中国美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一样 特别是女性的角度 自由亚洲之声 亚洲自由之声呢 就是被关进了将近三百天的黄雪芹 获得了国际记者结 记者奖 他发起了me too 还有呢 支持反送中2019年 结果呢就被抓起来 就加起来 这个人呢34岁 原来在中国下新快报 南都周刊的媒体工作 主要关注的性别平等平权 官员谈入环境污染社会公正的议题 那么关了很久 到现在还没做 那么许志勇估计这两天也要被审判 英国的BBC 那么谈到了美国FCC委员 敦促苹果和谷歌 把Tito提出应用的这个商店 这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一个共和党 共和党籍的成员 敦促苹果日报和谷歌的管理层 把中国背景的短视频软件Tito 从他应用的商店中提出来 下一步可能是对着Tito动手了 好了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简单介绍读报的内容 香港问题多谈了几条 第一 九千多万党员的中共 今天迎来了一百零一岁的生日 在国际共产主运动史上 百年老党至今还在执政 领导和控制的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 而且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至今也能能有效的掌控 和控一个特殊的党管一切的政治体制 这当然也是当代政治史的一个奇迹 中国历史上另外一个百年老党 已经失去了执政权 而且他已经在大陆和台湾地区 分别两次失去了执政的权力 至今是不是能够再度在台湾执政 还是很多的未卜之数 中共现在接近五百万的贪官物理 说的惩处是近十年的政绩 反腐败挽救了这个百年老党 永续执政当然是这个党的中国梦 中共有一个全国政协武艺叫何欣 说中共具有领导力 组织力 营聚力 动员力 还有纠错力 是举世无双 战无不胜 当然 蒋经国先生生前说 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看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能不能打破蒋经国先生的结论 第二 香港回归25周年 一国两制下半场正式启动 习近平防港李家超续约出任特首 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国际舆论对香港现状和未来前景的评估 跟大陆方面的宣传大相径庭 田飞龙这大复发 断延前25年的一国两制失败了 试图哄托出习近平的一国两制 构想的英明和卓越 处于东西方文明交汇处的香港 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东西方政治博弈 短兵相接的战场 香港前途既以中国的命运和前途 从某种角度看 香港不再是一座单纯的经济城市 而这一点也可以确定无疑 第三价值观的基础上能不能构建新的命运共同体 如果不能 如何解释美国这段时间的北约 七国集团以及拜登的在亚太战略 一系列的战略构同中 能不能扮演无可争议的老大的地位和角色 好了 金专五国金专家一带一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基础 到底是利益还是价值观 双赢还是其他 所以呢 中俄关系被靠背的基础 那么又是什么 这问题需要呢 认真去面对和解答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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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